台中一位民众跟朋友到KTV唱歌 点了一份披萨吃 竟然吃到了一颗螺丝 只说他牙齿好痛 把这样的画面po上网 网友纷纷留言说实在太扯了 对此业者表示 应该是气炸锅的螺丝松掉了 掉进了披萨里 当下接获民众反应之后 也立刻处理 也将会负责民众看牙医的费用 同时食安处也将前往稽查 民众和朋友到KTV欢唱 点了一份披萨来吃 没有想到吃了一口咬到硬物 吐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颗螺丝钉 真的是好离谱 让民众直呼牙齿好痛 事后他在画面po上网 网友也纷纷留言说超扯 原以为吃螺丝只是形容词 在这看到了真正吃螺丝的 花钱买 然后又吃到里面有东西 因为感觉可能不太卫生 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这个吃下去牙齿应该会崩掉 对此业者表示这个螺丝是加热 披萨的气炸锅把手上的螺丝 因为使用频繁导致松脱掉落 融进了披萨里头 工作人员没有注意 当下民众反应后就有立即处理 除了退换餐点招待鸡汤 包装费也打了折 而民众的就医费用也会负责 我们后续还会在持续的追踪他们 如果他们有什么需求的话 公司会补偿他们 删住将前往店家机查 如果查获不合格项目 将要求店家限期改善 民众开心唱歌 却吃到螺丝扫了信 还好螺丝没有吞进度 牙齿没有断 而业者除了表示抱歉外 对于餐点部分 未来也会加强员工的把关 和厨房的教育训练 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街角黄之谣台中报道